启动 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 从来没见过这个汽车 悬浮车有一个功能是自动驾驶 声控系统能识别人声并开启自动导航 导航回家 它能根据自身行驶速度和周围车辆的距离 计算出最安全的行驶距离 可能发生危险时汽车就会自动刹车 我真的为我们孩子感到之后 他确实有西域这么多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